英国随着查理就任国王 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义 一位素食主义国王的来临 查理致力于环保超过半个世纪 之前被誉为绿色王厨 他每周有两天不吃肉 一天不吃奶制品 他长期倡导有机原意 他的坐车用生殖燃料 不论外界对他的评价两极 但他的永续地球努力是有目共睹 去年一月 他在巴黎举行的一个星球峰会上 推出地球宪章 去年底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查理呼吁 希望这是实施缓解气候危机政策的 最后机会杀龙 革命的成功 从来不是瞬间发生或一个人造成 是长期以及有人不间断的沟通 变成一群人 变成一股改变的力量 改变就在英国 你如何想象 这个以肉食为主 为饮食文化的国度 如今挤身世界前十大素食人口最多的国家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指出 2050年 若是全部的人都改为素食主义 可以避免730万人早逝 从英国的这顶新王冠 看到一个时代的转弯 出发之心 或使于地球的永续 或使于个人健康 都是美好的转弯 人间福报专题报导